知道这老十四啊 这脾气一犯起来 狗着呢 谁也不敢惹他呀 于是就说呀 您爱怎么办怎么办 您是爷呀 听您的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时 康熙61年11月 康熙皇帝驾崩畅春元 老皇帝临死留下遗嘱 皇四子雍亲王印针 人品贵重身骁正宫 着继皇帝位 雍正登基以后 立刻任命了四位总理大臣 其中两位啊 是自己的弟弟 一位啊 就是八阿个印四 还有一位呢 是十三阿个印祥 再来呢 就是两位满臣 一位是九门提督龙格多 还有就是大学士马齐 虽然这八爷印四 在九子夺敌当中啊 是四阿个印针的对手 这马齐呢 又是八爷一党 雍正皇帝 为了拉拢自己的政敌 还是都唯以重任 看着乖乖上任的 自己的两位政敌 雍正皇帝的心里啊 才算是 微微的输了一口气 可是啊 他的心里并不轻松 因为啊 还有一块大石头 压在他的心坎上 这是谁啊 这就是远在西北军中 自己的亲弟弟 亲命胡远 大将军 十四贝子 印提 雍正皇帝 左思右想 他觉得 自己这位 义乃同胞的亲弟弟 虽然在楚位 争夺当中失败了 但是啊 还不至于造反 不是这印提 他不想造反 是这印提 他没有胆子 没有能力造反 这印提心里啊 他明白着呢 自己的副将 严信 还有这负责 后勤补给的 陕甘总督 年庚尧 绿营兵统帅 四川提督 岳中席 这些个可都是雍正的人 所以这雍正皇帝 绝不担心 印提能造反 但是 让自己的这位 夺敌当中的 竞争对手 手握十万大军 驻扎西北 那总是自己的 走夜之患 于是这新皇帝 雍正啊 就连搬了两道御旨 第一道旨意啊 是搬给大将军 印提的 这印提 在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十四日 接到圣旨 这圣旨上 写的清楚 赵福远大将军 兼顾山被子 允提 迟疑入邻 现二十四日内 抵京 也就是说呀 在路上 只给印提 留下了十天的功夫 不对啊 这会儿 已经叫允提了 这纸意上不是写着吗 雍正皇帝 把自己兄弟们的印字 都改成了允字 这允提 心里老大不乐意了 但是 他亡命难为啊 也只能啊 是硬着头皮 立刻动身回京 雍正皇帝 第二道旨意 是刷给副将 严信的 命严信 迟一甘州 掌福远大将军印信 并下了一刀蜜月 你抵达后 将大将军王 所有奏折 所有诸批御旨 及一支加信 全部收缴 封顾后 奏诉 你若手软书带 查阅奏文后 并不全部交来 朕就生你的气了 若在路上 遇上大将军 勿将此事 稍有泄露 这道旨意啊 很有趣 在历史上的争议 也非常多 雍正皇帝 让自己的亲信 到大将军 行在当中 把大将军王 所有的奏折 以及康熙皇帝 给允提的 所有诸批 乃至一切信件 都要收缴封存 交到朝廷当中 并且在旨意上啊 他明确的威胁言信 你要是不听我呢 或者查阅后 有不全部交来的情况啊 我可就生你气了 这后果呀 很严重 并且在你去的路上啊 又是碰到 允提回京 这件事情 可不许告诉他 这后世啊 支持雍正皇帝 是合法继位的史学家 就说呀 雍正皇帝的这种做法 是为了搜罗 允提和八野党 其他成员 秘密勾结的证据 那么主张雍正皇帝 是非法继位的史学家 就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呀 雍正皇帝的这种做法 是为了搜减出 并销毁康熙皇帝 有意把皇位 传给老十四允提的证据 嗨 关于这份秘语呀 史学家都琢磨不清的事 咱们也没必要深翻喜 总之啊 他有这么码的事 您知道也就行了 咱们呀 再接着说 回京的老十四 这老十四 真的像他哥哥命令的那样 要二十四日内抵京吗 当然没有 这老十四也想了 我招军回去干嘛去 那儿又没有把龙椅 皇上的位子让我坐 于是啊 他溜溜答答 溜溜走了一过多月 并且投到北京城的时候 他还质问这些 迎接他来的官员 他说 我是先应该参拜这雍正新军呢 还是应该先到爸爸这个子宫前面 痛哭一场啊 多欣欣呢 按理说呀 您当然应该是先朝拜新军了 这帮迎接的官员呀 也真有出手的 算对得起他了 知道这老十四啊 这脾气一犯起来 狗着呢 谁也不敢惹他呀 于是就说呀 您爱怎么办怎么办 您是爷呀 听您的 他问清楚了 这大型皇帝的子宫 已从乾清宫 移到了景山的寿皇殿 这老十四啊 他真行得出来 他进了北京城 快马加鞭是一溜小跑 直接就到了寿皇殿 他既没去朝拜新军 也没到宫里 给自己的母亲 孝公仁皇后请安 这老十四啊 从小是跟着孝公仁皇后 也就是原来的德妃 一起长大的 是很罕见的亲妈妈 带出来的皇子 就是因为这样啊 宠得没边了 虽然这德妃娘娘啊 一英事物 都为老十四着想 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 这老十四啊 仍然不感恩 在他心里啊 还埋怨妈妈呢 为什么没把这皇位 给他争夺到手 哎 这大将军王啊 也是浑了蛋了 能是一个妃子 能办到的事吗 这尹提啊 来到寿皇殿门口 从琉璃门处下马 一溜小跑的望里跑啊 刚跑到几门的门口 跨上台阶望一望 哎 他正看见 皇帝的鸾架一丈 在里边停着呢 他心想不用问呢 这皇上四哥 肯定在寿皇殿里边呢 于是啊 这老十四也琢磨了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倒葫芦 撒不了油 他紧走两步 穿过几门 下了台阶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下 是伏地痛哭 这皇上啊 还真在寿皇殿里呢 听到外边吵闹之声啊 就出来了 站在这寿皇殿的月台上啊 远远的 就看见自己的亲兄弟 允提 跪在门口 正在放声痛哭 这个时候 皇上心里啊 我想也不是滋味 这雍正想啊 过去 把这允提啊 就掺起来了 这皇上心里设想的画面啊 他是这样的 皇上紧走两步 跑向允提 这老十四呢 顺势叩拜新君 并且啊 或者是抱着自己哥哥的腿 或者是扶在自己哥哥的脚边 哭记大行皇帝 弟兄二人双双落泪 携手揽腕走进寿皇殿 给爸爸康熙的子宫 是行礼叩拜 举酒致哀 谁想啊 这雍正皇帝 刚从月台上走下一凳台阶来 只见远处跪着的隐蹄啊 看见皇帝之后 蹭 他一下站起来了 弟兄二人 隔着这几十米啊 四目相望 谁也不动了 寿皇殿前的广场上 我相信 那会儿一下子 空气就凝固了 当时啊 正值年末 北京城啊 正是嘎嘎冷的时候 可是我想啊 在场的文武功卿 后级令上啊 肯定都冒了汗了 他们想 这十四辈子是疯了吗 他不顾国家礼度 也不顾祖宗家法了吗 就这样直挺挺的 站在皇帝面前吗 就在这双方僵持的时候 在寿皇殿几门 当值的一等侍卫 是位蒙古人 整白旗蒙古 图伯特氏 叫拉西 想给这老十四啊 打个圆茬 于是啊 就轻轻 带了这老十四的袖子 打个气儿说 十四爷 您得给皇上行礼啊 这老十四啊 当时不是猪油蒙了心 就是吃屎迷了眼 反手啪 一个耳光啊 就抽在了拉西的脸上 指着拉西的鼻子 却冲雍正喊 我是皇上的亲弟 拉西乃俘获下贱 若我有不适 求皇上将我处分 若我无不适 求皇上即将拉西正法 以正国体 雍正皇帝 看着自个儿 这个疯疯癫癫的十四弟啊 真想过去 也给他两个大耳瓜子 就在这个 大家都骑虎难下的时候 从朝班里啊 走出一个人 对十四爷说 你啊 应该下跪 这老十四啊 眨眨眨眨眼 看看来的人呢 二话没说 扑通 给雍正跪下了 虽然啊 还是气不顺 但是他总算是 给新军下跪了 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啊 这个人呢 不是别人 就是新晋 被封为连亲王的八爷 允四 看似是允提腐软了 给雍正皇帝下了跪 可是雍正皇帝 心里这个气啊 老十四啊 老十四 你来到京城 不与我见礼 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哥哥呀 还是不打算认我这个皇帝呀 不但如此 老八允四 只轻轻说了一句 你便下跪了 你这死死的是老八一党啊 你等着我的 转过年来 就在雍正元年的四月 康熙皇帝 子宫运往尊化景陵安葬 奉安大典一过 雍正便传职给老十四 你呀 不要回京城了 就在这皇陵住下 给先皇守陵 这里呀 山美水美 附近还有温泉 你在这儿多读读书 反思一下自己的错误 说的呀 是在这儿守陵 其实啊 雍正皇帝 秘指马兰玉总兵范石泽 严密监视 允提一切行踪 他与什么人来往 与什么人通信 必须一一奏报 我想这个时候的允提呀 早已经死了心了 谁还能真的跟皇上作对吗 乐德呀 在这儿打打猎 骑骑马 带着小妾 泡泡温泉 虽然啊 被皇上四哥 停了俸路 可是您想啊 曾经做过大将军王 他手头能缺钱吗 在尊化皇陵啊 给爸爸看坟 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并且现在自个儿的爵位 也不是顾山贝子了 就在孝公仁皇后 崩世以后 雍正皇帝下旨 为继皇彼皇太后之心 进封允提 为郡王 这接到封为郡王的旨意之后 这老十四也没见高兴 为什么呀 因为这郡王衔啊 忒虚了 比这妻妾成群的 老十四的肾还虚 因为啊 这个郡王衔啊 只停留在纸上 既没有封号 连工资也没有 所以说呀 这老十四 连谢恩的折子都懒得血 这一转眼啊 就到了雍正三年的十二月 就在青海 当年十四爷 建功立业的地方 雍正的宠臣年庚瑶 打了一场大胜仗 击败了叛军 萝卜葬丹僧 这雍正皇帝 在朝堂之上 一下子就站稳了脚跟 说话办事的底气也足漏 于是啊 他就挨着个儿的 清算这些 当年给自己捣过乱的兄弟们 这老十四啊 当然也跑不了 雍正皇帝给老十四 列举了十条大罪 派人把他从马兰玉 借回到了北京城 萧去王爵 圈禁了 圈禁在哪啊 就在当年 老十四从青海回来 顶撞过皇帝四哥的 景山寿皇殿 有人说不错呀 这寿皇殿我去过 多气配啊 没得他 正殿里供的都是自努尔哈治以下 皇帝的祖宗们 偏殿 住在偏殿不说呀 窗户门都封死 吃的喝的用的和共同 都从一个小窗户递进递出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八月 雍正皇帝驾崩 也没把这位兄弟放出来 最后还是乾隆继位 才放出了自己的这位十四叔 虽然后来也累加封绝 从奉恩府国宫到多罗贝勒 最后被禁封为多罗 寻君王 并且呀 还有十职 管理着整皇旗满洲的旗物 和整皇旗汉军的军物 怎奈呀 这会儿的寻君王老十四 允提呀 早已经心灰意冷 在政治上啊 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 整天界和一些和尚道士在一起 谈论的也无非就是一些个佛经啊 道法呀 乾隆二十年 正月初六 曾经叱咤一时的大京君王 十四皇子允提弘氏 乾隆皇帝 赐嗜好为秦 赏桑银一万 就埋在现在天津市济州区 黄花山脚下的石头营子村 这个小村不大 可是神了去了 一拉六埋了六我王爷 您要是有机会去采风 想去瞻仰瞻仰 这大将军王的元寝 我给您指一下啊 就在西蜀第一个的位置上 在这座元寝里啊 有两桶石碑 这一桶呢 是寻君王允提的墓碑 另外一桶啊 是他儿子多罗贝勒 红明的墓碑 至此啊 这位康熙皇帝的十四皇子 雍正皇帝 义乃同胞的亲弟弟 亲命福远大将军 寻君王允提 所有的故事啊 咱们也就讲的差不多了 咱们讲的有什么道不到的 您还得多担待 您要是还有什么想听的细节 您就告诉我一声 我立刻要查找资料 编辑出小片 讲给您听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期的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